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起冲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新闻就是几天前的我们的副教育部长马汉顺大人 他做了一个宣布 他说今年STPM报考华文的学生人数非常的少 怎样少呢 有个对比你们就知道了 今年同样报考大米尔文的学生 是报考华文的学生的两倍 OK 我们都知道 报考华文的应该几乎100%是华人 OK 然后报考大米尔文的肯定100%是印度人 OK 然后你想一下 马来西亚的印度人的人口是华人的二分之一 或者是更少 但是他们报考大米尔文的人数 是报考华文的两倍以上 所以你可以想一下这个差距太夸张了 OK 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就是 今年 STPM的华人学生报考华文的比例真的是少到有点离谱 OK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主题就是这个 在这个之前呢 就是我想谈一下 这个华人不愿意报考华文的这个起源从哪里开始 这起源呢其实并不是在STPM开始 STPM已经是后面的 真正开始的是在SPM的阶段 尤其是在中山过后更踏进中市 我告诉你 其实现在很多华人子弟呢 他们读华文的旅程呢 到了中山 PM就停止了 现在没有PM 现在叫PD3 OK 就是中山 那边就停止了 他们的华文教育就是 6年 读华销 然后呢 终于终于中山3年就停下来了 很多华人子弟 中市开始 也就是SPM 就不再拿华文了 OK 他们的考量是什么 OK 基本上呢 有一种说法 但是我觉得是很站不住脚了 有一种说法就是说 怕多一科就要浪费多一些心思 来应付这一门科 所以的话叫集中火力 集中精神 在其他的科目上比较划算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是SPM level的话 用这个理论好像是不大站的主角 因为我也是考过SPM的 我也是考过华文的 然后呢 SPM华文呢 其实它都是一些很语法性啊 很应用性的东西 它并不需要像其他科目 你必须要读厚厚的书 要背很多东西 并没有这样 所以啊 你只能说呢 你中文一路来好的话 OK 你就可以去考试了咯 你不需要为了考SPM华文 而去读很多很厚的东西 没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 你讲你要花很多心思跟精神 在一个华文科上 我觉得在SPM的level 是不合逻辑的啦 OK 所以这第一个说法 我觉得是站不出脚的 其实只是一个借口吧 真正的理由是第二个说法 第二个说法呢 其实才是真正理由 但是很多人讲不出口 第二个说法呢 就是呢 因为SPM的华文很难拿A1 这个是全宇宙功能的事实 SPM的华文很难拿A1 然后呢 很多华人子弟尤其是那些优秀生 他们呢 本来就是期待他们SPM的成绩 是整张A到完的 美美的A到完的 可是他们很怕 就是因为一颗华文科难考 等一下呢 一个华文科突然间难逼的话呢 就污染了他整张SPM成绩单 OK 很多人都是怕这样的东西 因为呢 我告诉你 我们的社会其实也是很激情 不是马来西亚吧 其他国家也是这样啦 尤其是有华人多的国家 就是考试成绩就是一切 而且呢 还有一个更偏袋的就是 你拿全部A跟你有一颗没有拿A 这两个人呢 的差距是天与地的 就是全额跟不全A 这两个差距啊 所以很多人呢 那就会有这个想法就是 我如果只拿9颗的话 没有拿华文 这样我拿全部A 我就是全A的学生 如果我拿到一个华文科 我屁股仰 我拿到一个华文 结果我一样是9个A 然后我华拿B 但是 在整个社会的眼里 我就已经不是那个最优秀的那个了 我是属于那一个category 就是没有拿完全部A的那批人 我就离开了拿完全部A 虽然大家都一样是9个A 为什么 因为我华文没有拿到A 所以啊 很多人呢 都是很怕这个问题 就是被社会列为没有拿全部A的 还有另外一个因素 不过现在已经不是因素了 就是啊 在早期的时候啊 我们都知道有一个JBA奖学金 公共服务奖学金 它的标准呢 通常就是要你全部拿完A1 就那时候呢 很多人因为这个原因而放弃了华文科 因为呢 华文科会拖后腿 华文科如果没有拿A1的话 就不符合全部A1的那个条件 但是后来有抄抄抄了过后呢 这个公共服务局呢 他就有改变一些条例 就说以后只看9个罢了 最后一个华文科 你拿什么成绩都不看啊 直接看9个啊 这样呢 还比较逻辑一点 因为直接看9个 华文科拿什么都不要紧 这样还可以鼓励人家拿华文科 以前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啦 不过现在已经纠正回来了 我们现在讲回来 就是华文科 SPM华文科 为什么会拿A1 当然这其中有没有政治因素 我是不知道 但是华文科拿A1 真的是有点太离谱啊 像我当年我是2001年考SPM的 当年我整间学校只有我一个人 华文拿A1 然后我那年的华文科是历届以来最变态的一年啊 最少人拿华文A1的一年 我整个居然线啊 我没有猜错的话 应该华文拿A1的人应该不超过3个 肯定没有到5个 就我所知应该没有超过3个啦 太离谱啊那年啊 所以就这种情况之下 是重重的打击了华人子弟报告华文的兴趣 ok 然后可是我们换一个方面想啦 华文科拿拿A1 我不能说也完全是坏事啊 也可以说是 有一点点好处啦 就是呢 至少我们大家都知道华文科的含金量高了 因为它稀有嘛 物以稀为贵嘛 现在呢老实说 我现在出道去啊是不是我要跟人家推我以前的学校成绩的话呢 我STPM4.0不是什么很好推的东西啊 我觉得我最自豪的是我华文科拿A1 你对人家讲你 SPM华文拿A1 人家会高看你一点 哇厉害 最难考的你拿到 所以你明白吗 就是因为华文科难考A1 所以它的含金量高 有时候啊我们去抱怨这政府 为什么你把这个华文科弄的这么难拿A1 是不是你要纯心刁难 OK啦 可能纯心刁难是有啦 可能有一些政治因素啊 但是你换一个方法去想啊 这华文科的含金量是不是突然间变高了很多 现在你到底是你要要求这个政府呢 把这一科变到比较容易还是变到比较难啊 我讲到这里 大家是不是觉得大家好像陷入了两难之间 不知道要怎样选择 OK啦 这些都是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啦 老实讲啦 华文科的成绩不是很重要的问题 更重要的问题是你要不要拿华文 OK 所以我就说重复 我重复我刚才一个重点就是 其实很多人不愿意报告华文 是怕华文科的成绩 污染掉它整张SPM的成绩单 这才是真正的理由 但是很多人这个理由讲不出口 结果他们就用我刚才最早的第一个说法来做理由做借口 就是说不想让华文科分散掉他们的精神跟注意力 其实真正的是第二个理由 OK 我现在讲的只是SPM 我现在要进入我们今天新闻的主题 是STPM 两个是不一样的考试 STPM STPM报告华文的学生 是报告大米尔文的学生的一半以下 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到我看到这个新闻过后 我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我第一个想法就是 我认为现在还报告STPM的华人学生 应该是很少很少的 应该是很少很少 因为这十多年来 大家都很明显的看到一个趋势 就是华人去考STPM 简直就好像去多多买万只这样 STPM出名三个难 什么难 难考难进大学 全宇宙公认的事实 他难读难考不要紧 难读难考一样 只要你很努力 你一样可以读下去 你一样可以考到好成绩4.0 可是最后一样没有办法 最后一样完全是看运气 你难进到大学 你难进到你要的可惜 因为完全是靠运气 政府要这样玩你 你完全不知道 所以就因为这三难 在这十几年来 很多华人家庭的家境 经济状况已经开始转好了 转好到什么程度 已经可以开始负担 让孩子去实力学院读了 所以呢 就很多家长呢 就决定让孩子直接去读实力学院 而且时间还可以缩短 因为STPM要读两年 实力学院通常是读半年 或者是一年罢了 就这样的情况 我现在华人读STPM 是很少很少的 绝大多数都是去实力学院 还剩下的那些 就可能是家境不允许的 没有钱去读实力学院的 就会留在STPM 所以我想问题的跟症结 最主要还是因为 现在报考STPM的华人学生 已经是很少很少了 这是第一个原因 然后第二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也跟之前那个 SPM那个原因一样 就是害怕这个华文科的成绩 拖了他们整张成绩单的后腿 污染掉他整张成绩单 但是我告诉你 没有STPM这么严重 因为据我所知 STPM华文科要拿A 那个难度呢 比你在STPM要拿A1的难度低很多 不是一个等级而已 SPM华文要拿A1是上天的难度 SPM华文拿A 其实是相对公道的程度 据我所知 我老婆也是STPM 有拿华文科的 还是拿A的 OK 据我所知是这样 OK 然后不过呢 STPM的华文科 跟SPM的华文科 就有一点点不一样 就是呢 它就会有我刚才说 那个SPM第一个理由 人家拿来做接口的那个理由 就是需要花费一些精神 跟注意力 在这个华文科上 到了STPM的level 还真的是有 因为呢 STPM的华文科呢 已经不单单像以前我们中学初中 还有SPM华文啊 就纯粹是考你的中文程度 这么简单 因为它还有一部分是 华文的文学啊 那些啊 我有看过他们的课本啊 我知道 那种华文文学啊 那种是好像你要当做一个学科来读 你要读相关资料 所以的确会要浪费你一点点的时间跟精神啊 啊 ok 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 STPM它不想考华文 是因为不想浪费这些时间跟精神 在这个华文科这些要读的资料上啊 这个是成立的 但是也不是很多啦 如果你是要跟化学物理生物那些比的话 是没有的比啦 那些是更加多的东西啊 ok 但是它怎样它也会消耗你一点时间跟精神力啦 有一点点理由我不否认 有一点点这个理由啊 然后还有一个更加大理由 这个更加大理由 我今天早上才跟我老婆讨论吧 我们也讨论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了 ok 就是啊 大家都知道现在STPM的制度啦 是四个字 就是呢 无论你考五个六个七个八个都好 到最后啊 会拿你四个最好的成绩来算 ok 四个字 ok我就给你们一个例子了 我给你们一个例子 就是以前我二十多年前我在我中六的时候的历史 就是那时候我们刚刚踏入中六 然后我们就有一班学生 我们一开始我们是进生物班 因为我们进生物班的话 我们就是没有拿物理的 我们这些要进生物班的我们的目标都很明确 就是我们以后要去读医科的嘛 所以我们一定拿生物班 然后可是呢 我们物理也是蛮好一下的 ok 然后我们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虽然是独生物班 但是我们要另外extra拿一颗物理 拿一颗物理 然后STPM我们考五颗就是加多一个物理 然后那时候我们还兴致勃勃的组成了一班 要去补兴这个物理 要拿多一颗物理 然后那时候有一个老师来看了我们 然后他跟我们讲了一句话 一句话我们直接秒收散打退堂鼓 他就说 你们读bio班的要去拿物理啊 ok 我知道你们都想读医科是吗 ok 你们要知道啊 bio啊生物啊 比物理难拿A的啊 ok 等一下啊 你们stpm成绩出来啊 你们四个A 四个A 物理拿A 可是bio拿B的话啊 这样啊医科就白白了啊 你们就乖乖的去读engine算了啊 ok 出现这种情况 如果是你们物理拿A 然后生物拿B 你们就是去读engine了 医科跟你们没有关系啊 他会自动选四个最好的 哇 那时候我们一听这句话 直接秒收散啊 从此再也不拿物理 就乖乖的去读回生物 这是真实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例子 所以我觉得了 以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例子 现在可能也 会发生在现在的学生身上 就是不知道 到底是不是真的自动拿四个最好的成绩 如果四个最好的成绩 让华文科 拖后腿的话怎么办 啊 等下他直接把四个最好的成绩 里面有华文科 可是华文科并不是那些重点科系的考量 可是却被因因纳入了在里面怎么办 告诉你这个东西啊 我始终我还是没有一个答案 这个也是可能会发生 这个也是可能会发生 我刚才跟我老婆讨论 我老婆是认为应该不会这样 应该是啊 效仿呢 要看的时候会五个一起看 但是啊 CGPA肯定是用四个最好的成绩来算 所以我没有一个定论 所以我就讲完了这些来龙去卖了 你们现在应该是有蛮清晰的概念 为什么我们马来西亚的华文科会这么坎坷 有种种的原因导致到最后华人子弟自己放弃掉华文科 OK 虽然现在是中国结起的时代 虽然现在中文的世界地位啊 越来越受到宗示 但是在马来西亚这里呢 因为种种的因素 华文科越来越没落 OK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